第二百五十九章 与美逛街 上课的时候 流氓这家伙也跑来了 不过看到叶寒和李欣然坐在一起 他识趣的没有去打扰 自己在最后排的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继续睡大觉 叶寒对课堂上那个老学者 讲的什么东西没有去记住 大学里面的知识 对于他这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来说 犹如天书一样 想听也听不懂 还不如坐在位置上闭目养神来的实在 一节课就在这浑浑噩噩中度过了 李欣然站起来收拾书本笔记 叶寒伸了个懒腰 这时只听有惊呼声在教室里面传来 快看 平民笑话来了 叶寒抬头一看 果然在教室的大门口 穿着朴素的谢寒烟 正在朝着教室里面张望 是来找你的 李欣然一边收拾书本一边说道 快去吧 不要让人家等急了 叶寒问道 下课你会去哪里 图书馆吗 李欣然笑道 等下还有一节课 听完之后 可能出去走走 可能待在图书馆看书 怎么 难道你想当我的护花使者 我可是听你自己说过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叶寒怂总监 说道 想做你这个大美女的护花使者的人多的是 不过这些家伙貌似都没有暗傻好心 你要出去走走的话 还是我陪着你吧 这是我的电话 出去的时候 记得叫我 叶寒留下一张名片就走了 这名片 还是周元给他定制的 看着叶寒离去 李欣然有些无语 这家伙还真霸道 做事情 竟然反其道而行之 他出去的话打电话叫他 难道是他在追求他吗 还是要求他去约他 一点都没有情调的家伙 李欣然笑着摇摇头 收拾好书本之后 走出了教室 寒烟 你怎么过来了 叶寒带着流氓 来到谢寒烟的身前 这女人的额头上 还有些细汗 应该是一下课就跑过来了 谢寒烟深呼一口气 他看着叶寒说道 我听说你昨天和跆拳社的人打架了 所以我过来看看你 怕你有事 叶寒笑道 你哥我可是隐藏在都市中的高手 跆拳社那帮人也就花架子而已 没事的 现在正好下课了 走吧 哥请你去吃饭 还是我请你们吧 为了我 让你们惹下这么大的麻烦 谢寒烟低着头说道 哎呀 我说你两下磨叽什么了 我这肚子都饿了 走走走 我请你们俩 流氓这家伙的肚子 已经在鸡里呱啦地叫唤了 他这人最怕的就是挨饿 拉着两人的手 就朝着食堂的方向走去 去往食堂的路上 叶寒对着谢寒烟问道 寒烟 外面的工作怎么样 如果你感觉不行的话 我帮你找一个 谢寒烟说道 不用麻烦了 我在那里还不错 而且距离学校也近 这样上课和工作都不会耽误 那好吧 如果做得不好 就和我说 叶寒摸了摸他的头 对于这穿着简朴的女生 他心里总有一股怜惜感 从谢寒烟的身上 他看到了当初姐姐叶青的影子 不过当初姐姐叶青旁边 有他守护着 谁敢欺负叶青 他会跑上去拼命 但是谢寒烟了 他没有人守护他 这柔弱的肩膀上面 扛着一股重担 被叶寒摸着头 谢寒烟没有抗拒 乖巧地点了点头 因为在叶寒的身上 他感觉不到别人看他时的 那股赤裸裸的欲望 有的只是一种疼惜和怜爱 三人最后还是在食堂里面吃的 吃晚饭之后 谢寒烟就急急忙忙跑去上班了 对于他来讲 时间是很珍贵的 他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吃完饭之后 叶寒和刘芒就回去宿舍了 刘志雄这三个家伙 昨晚在外面潇洒了一夜 现在也回来了 继续玩着游戏 靠 你们三针敬夜 一回来就完 刘芒走进宿舍 对着三人竖起了中指 对这三个游戏迷 他也是服了 徐刚笑道 你懂个毛 这叫爱好懂不 除了女人 咱们歌三就这点爱好了 刘志雄这时看着夜寒笑道 夜寒 昨晚过得怎么样 我们几个昨晚可是看见了 跟你一起喝酒 那女人真漂亮 听到这话 毕马温一脸猥琐地说道 对对对 我也看见了 志雄这家伙 还让我们几个 不要去打扰你 夜寒 你老实说 昨晚和那个美女 有没有那啥那啥 我喝高了 忘记了 夜寒脸不红心不跳地撒了个谎 流氓这家伙 一头雾水地问道 我咋没看见了 靠 你这家伙不知道 躲在哪个地方泡美女去了 当然没看见了 我跟你说 昨晚陪夜寒喝酒的 真是一个大美女 听着这几个家伙 抓住这话题不放 夜寒屁股一溜 就跑到自己房间里面去了 对于昨晚那一夜风流运势 她其实也很纠结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这未免也有点太无情了 毕竟那可是人家第一次 当然 那个叫做严子涵的女人 她能不能遇到 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夜寒在宿舍里面 待了两个小时后 一个电话就打到了 她的手机上 夜寒接通电话一听 那边就传来了一句话 我现在要出发了 在学校门口 说完这句话 李欣然就挂断了电话 夜寒和流氓他们几个 说了一声之后 就朝着学校门口走去 来到大门口的时候 李欣然果然在那里 独自站着 犹如一道瞩目的风景一样 进进出出的学生 都避免不了 要多看她几眼 在周围一些人的瞩目下 夜寒朝着她走了过去 说道 等久了吧 还好 出发吧 李欣然看了她一眼 扶了扶眼镜之后 就朝前走了出去 夜寒注意到 这女人别的什么东西都没带 就拿着一本书 好像还是一本佛学 靠 这新来的家伙运气真好 不但和平民校花 传出绯闻 连李大校花都愿意 和她待在一起 我怎么没有这好运气 行了 哥们 别抱怨了 人家那是有实力 有本事你 也去把朴正雄那家伙 揍一顿试试 算了 谁有这变态厉害 咱还是回去对着电脑 看一看 沧老师发泄一下 得了